这是超大号的一把抓 这是两块五一个的一把抓 第一次失败高中 再来一次吗 再来一次 哦 看这个呗 滋滋滋滋滋滋的 这味道太香了 阿达什么 挑战一百块钱点一个一把抓 看看老板会怎么做 走走 一把抓作为这个烤包子的同胞兄弟啊 竟然还有很多新疆人都没有吃过 一百块钱的一把抓 带你们找找见识 老板 一把抓好了吗 好了 让他吃了 烤包子有没有 烤包子现在完了 现在完了 早上打是吧 这个和烤包子有啥区别 没有什么区别就是外皮子不一样 皮子不一样 一个两块五 这样子 要做一个一百块钱的 一百块钱的一个一把抓 一百块钱的话那个会露馅学的 会露馅的 你 长这么帅肯定办法有过 想一下吧 让师傅在 师傅这样的吧 你问一下他能不能打 一百块钱的一个 可以 好 师傅在这边呢 行不行 一样的这个白面 他比一样的几个高的 吃一下 吃一下 今天我也挑战你也挑战过 哦 看这个呢 兹兹兹兹兹的没油的呢 这味道太香了 出来直接就断这盘子过马路了 什么感觉 哈哈哈哈 这个的话几个鸡巴座里面的肉有 好像 30个吗40个就一公斤肉吗 还一把 牛肉 两把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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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放一点 一切一样 先 然后呢 这个一个做的话这个还这样子掐吗 嗯 全部30个的 哦呦 40个一公斤肉 大概是40个一把抓 然后30个汤包子皮子 刚才这么大的一把抓打过没有 从来没有打过 第一次 这啥盐水吗 盐水 你们都敲一下的 一把抓一把抓 这样都抓出来的 刚才平时的话 那个一把抓一把 这个十把抓 十把还多吗 这个一把抓是不是很有仪式感 说是吧 这么长一把抓 我找这么大也是第一次见 这师傅都不知道怎么抓了 给咋下坑呢 现在 两个人上手呢 一千块钱 一千块钱 给我给他们吃难题呢 说实话这个难度真的很高啊 虽然半个已经断掉了 难坑太小了是吧 难坑小的 第一次失败过多钟 再来一次吗 再来一次 第二次重新回路啊 第二次下难坑啊 诶可以了吧 这个的话多长时间说 还有十分钟 十分钟 那个小的也十分钟 这个也十分钟吗 不说吧 说吗 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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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自信 一个主题的一个师傅的 看一下哪个老道 是吧 哦 哟 这是千二八斤的一把抓啊 哦 哦哟 这流油到的 这个是一把抓吗 一把抓吗 一把抓 五把抓也有了吧 看一看 列巴号的一把抓 跟俄罗斯大列巴一样的 终于等到能吃饭的时候了啊 老板给了个凳子 直接坐到囊坑上面吃的呢 看一下啊 这是超大号的一把抓 这是两块五个的一把抓 哇 这还提油的呢 哦 看看这里面的馅儿 满满的全死羊肉 这还冒热气的呢 老规矩 欠尝一口 哇 嗯 有点烫 真是特别香 一把抓啊 原来是大罐克里的羊肉 然后又有匣子 然后或者点孜然味道 特别香啊 哇 大号的烤包子 吃的就是过瘾 这个一把抓 它的皮子啊 就是过这个面皮的时候 会加点盐跟鸡蛋 这个囊坑高温锡烤出来以后 这味道特别香 把满口就是羊肉的这个满足感 太强了 好大大事吗 这么炸 俄罗斯列巴号的大号一把抓 你们觉得怎么样 可以吗 因为在干凌鸡蛋